台南六甲有一间娃娃机店 被窃贼从屋外挖洞 偷走对币机内一万五千元的零钱 警方获报之后 巡线逮到了一个猜信嫌犯 还发现他连自家对面的茶饮店也不放过 当蜘蛛人爬到店里偷走五万元现金 事后老板得知邻居是小偷 气得一度想上门理论 跟对方一个教训 凌晨一点多娃娃机店内的窗户突然打开 明明店内空无一人 但窗户却自己开开关关 这不是闹鬼 而是外头有嫌犯 正透过窗缝来勘察地形 嫌犯在店外挖穿铁皮 凿破窗边的对币机台 偷走内部零钱得手一万五千元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但店家事后发现对币机被破坏 调阅监视器报警处理 他破坏外墙来敲开对币机来窃取现金 娃娃机店弃案就发生在台南六甲 警方事后调查 发现这名蔡信嫌犯偷的还不止这一家 茶饮店他爬进屋内之后来收刮店内的财物 嫌犯六月先是到娃娃机店行窃 七月又当蜘蛛人 爬进邻居家茶饮店偷东西 得手五万元现金 却因为被路过民众撞见 吓得路荒而逃 留下犯案工具成为警方破案关键 窃嫌他有利益关系跟窃盗的习性 我们怀疑他另外涉及到其他的窃盗案件 但自家开茶饮店惨遭恶邻居上门偷 也让老板气炸 一度想上门教训嫌犯遭到劝阻 而犯下多起窃案的蔡信男子 最后也被依照窃盗罪嫌移送法班 记者黄富奇一天的报道